Hello!大家好,我是耶尔!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OK! 2021 年剛剛開始,我想要拍一個影片 跟你講說,如果你每個月只有三千塊 還是五千塊,還是幾千塊呢? 可以怎麼去照顧你的財務狀況? 可以怎麼去理財,可以怎麼去投資? 來讓你今年可以累積到資產 可以讓你今年開始建造你的被動收入 所以我們廢話不多說,就直接進入這個影片吧! OK!那其實這個議題也不是第一次在我這個頻道出現 是一個議題在我們的頻道上面已經出現 100多次了! 就是不斷的重新出現 但是這個影片我想要更仔細的去講說 五個步驟你可以怎麼做 在今年裡你可以去實施哪一些步驟 來讓你達到你的財務目標 然後如果你這五個步驟都有做到的話 想要做更進階一點的東西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想要看怎麼樣子的影片 我知道每次我貼這種影片一定會有人說 這個之前不是講過嗎? 沒錯!但是我每天還是會收到一大堆人的來信 跟我說 耶!我每個月有幾千塊 那我都看過你的影片了 但是我不知道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怎麼做 所以呢 I got you! 今天這個影片呢 我想要更仔細的跟你分享 五個步驟 讓你知道 讓你很清楚的知道 在2021年呢 你可以怎麼去做 OK!那第一個步驟呢就是 認清你的財務狀況 去檢視一下你的財務 你的收入有多少 你的支出有多少 你的債務有多少 通通都算出來 通通呢 就攤開來看 很多的時候呢 我們過著人生 我們去工作嘛 拿到錢之後呢 就很快的把它花掉了 我們欠多少債呢 都不敢去指示它 所以呢 趁年初 把所有的東西呢 都彈開來 放到桌上 一個一個去看 你有多少個收入 每個收入多少 你的支出是多少 固定的支出 還有貸款那些債務 全部通通彈出來 然後呢 問自己這個問題 有哪一些 是我不想要的 有哪一些 我希望可以趕快處理掉的 有哪一些呢 我很滿意 我希望呢 今年可以多增加 這一方面的收入 我希望我今年可以多添加 什麼樣子的收入 誠實的面對自己 因為呢 說實話 我們人 都在大部分的時候呢 其實沒有很誠實的 去面對自己的情緒 面對自己的問題 如果呢 你面對這些問題 面對這些事實 當你認清事實之後 你才能夠 去找辦法 去解決你遇到的問題 如果你連直視問題都不敢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去解決你的問題 因為你不會去做出行動 來解決這些問題嘛 所以呢 第一步 把所有東西攤出來 認清自己的財務狀況 OK 接下來第二步呢 就是設定目標 目標呢 我們分短期 中期跟長期 為什麼要設定目標呢 在這個頻道上面呢 目標設定已經出現過很多次了 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呢 有上傳的一支影片 教你怎麼訂這一整年的目標 我會把那個影片呢 放在資訊欄下方 如果你還沒有訂目標的話 你可以去參考那個影片 我陪你一起去訂這一整年的目標 訂片 那為什麼你需要訂目標呢 因為如果你不清楚 你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那你到底在往哪裡走啦 你是不是到隨便亂撞 這裡走一下 那裡走一下 那裡也走一下 所以呢 你就是 永遠都達不到自己的那個財務目標 對不對 因為省你怎麼都做一點 因為我們的資源有限 我們的時間也有限 我們的精力也有限 基本上呢 我們很多東西都有限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去安排你的目標 你就會這個做一些那個做一些 把你的精力 把你的財務 把你很多東西呢 都分散掉了 這樣子就很難的 拿到你的財務目標 所以呢 在訂目標的時候 我們可以分 短期 中期還有長期 短期呢 我們可以看 一年內 一年內你想要達成怎麼樣子的目標 假設說呢 你現在想要在今年還完20萬的債 你就可以給自己安排說 每個月要還多少錢 你可以跟銀行去怎麼溝通 你可以跟債主怎麼溝通等等的 你每個月要還多少錢啊 然後你要怎麼還啊 去把這些計畫寫下來 還是說 你想要在今年存到你的緊急預配金 一樣的去給自己分配 每個月你需要賺多少錢 你要存多少錢 很清楚的全部寫出來 這樣子你才能夠知道你要做什麼嘛 不要去猜測 因為我們人生就是很累 一直猜這個猜那個 猜你男朋友怎麼想 猜你女朋友怎麼想 所以呢 我們人生就已經一大堆猜猜猜猜的東西了 在財務上呢 就放過自己嘛 寫清楚就能夠知道自己怎麼做 OK 那中期怎麼去設定 中期目標呢 五到十年區間呢 我會把它當作中期 那長期呢 就是十年以上囉 我會把自己的退休目標呢 放在長期去規劃 那中期呢 五年之內我想要完成什麼事 我想要達到怎麼樣子的財務目標 我就會規定在這裡面 一樣的 當你定下目標之後 你就要把它拆分成小的 小的步驟 你就能夠很清楚的知道 OK 我這個又要做什麼事 我今年要完成什麼事 才能夠讓我達到這個中期的目標 不要再瞎猜了 去規劃你的目標吧 OK 當有目標之後 你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了 你就會有一個問題是 OMG 這個時間軸好長喔 我要還債還這麼久 我要存錢存這麼久 這個目標離我好遠喔 讓我好沮喪 我看到這些財務目標呢 讓我更想放棄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怎麼辦 第三個步驟就是呢 增加收入或是減少支出 假設說你現在想要退休 你看到自己的財富自由數字的時候 覺得說偶爾離我好遠喔 還要三十年 那你可以怎麼做 就只有這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增加你的收入 第二個方法就是減少你的支出 問一下自己哪一個方向 現在對你來說 比較容易做到 對很多人來說 減少支出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沒有在記帳 當他們記帳之後呢 他們就發現 OK 這個消費A 我根本就不需要 這個消費B 我根本也不需要 這個消費C 所以他們就可以馬上 將這些支出呢 扣除掉 就可以馬上存到一筆錢了 存到這個錢之後呢 不要再把它花掉 而是呢 去規劃到你的未來的計畫裡面 但是呢 也一樣 對很多人來說 減少支出呢 是有難度的 因為如果呢 你的支出已經是兩萬一萬了 要你再減少支出呢 基本上很難很難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考慮去提高你的收入 跟老闆提加薪啊 去找兼職的工作啊 去創業啊 去多做一些事情等等的 去賣掉自己不需要的東西 有很多的方法呢 可以讓你 趕快增加自己的收入 但是呢 如果你有追蹤 一直以來 你就知道 很多事情呢 需要安排 然後需要時間去累積 需要時間去做行動 所以呢 你不要給自己定下一些 不切實際的目標 例如說 OK 我今年想要加薪 結果隔天 你跟老闆講的時候 無法加薪 你覺得說 OMG這個目標毀了 NO 你要有個計劃 不管你做什麼都要有計劃 你應該跟老闆加薪呢 你要先列出你的計劃是什麼 你要怎麼達成這個目標 你要跟他講什麼 你要跟他怎麼去盤探 你都要想清楚 不要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呢 你希望明天就要有這個結果 OK 你要給自己計劃 然後再來就是 很多人問我說 我現在應該要減少支出 還是我要提高收入 為什麼你要做選擇 為什麼你要做選擇 為什麼不兩個一起做 如果你覺得說 減少支出你可以做到 那就去減少你的支出 如果你覺得說 除了減少支出之外 我還可以做到提高收入 那你也可以往那個方向去走 對不對 不一定要選一 我們人生中已經不是高中 那個選擇體的答案了 在人生中 你想要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你想要做這個 你就做這個 你想要做那個 你就做那個 挑選適合你的方式 OK 接下來第四步呢 就是開始去做投資了 投資的話呢 有很多層面的 你可以投資自己 你可以投資自己去上課 你可以投資自己的儀容 你可以投資自己的長相 你可以投資自己 讓自己未來的 可以得到更多的機會 讓自己有更多的技能 讓自己有更多的機會去賺錢 讓自己賺錢的能力 越來越好 投資自己去做這些事 或是說 你也可以將一部分的錢 拿去投資 如果你有追求這個頻道 很久就知道了 我們都在做投資 其實如果你剛開始接觸投資的話呢 你不用投資很多錢的 每個月幾千塊就可以開始做了 OMG 差點忘記這件事 先擠不自己很重要 很多人都會跟我說 每個月存不了錢 不管怎麼做呢 都存不了錢 那問題就是 因為你把存錢這件事 放到每個月最後一件事去考量 你都把錢花掉了 到底要怎麼存啦 對不對 所以呢 每個月拿到薪資 拿到收入 第一件事呢 就是先給付自己 把你拿到收入一部分 撥到你的存款帳戶 撥到你的投資帳戶 撥到投資自己的帳戶 先這樣做再說 因為呢 如果你不先給付自己 代表呢 你再跟自己說 OK 投資存錢這件事呢 其實 對我來說 沒有那麼重要 在未來 我到底有沒有錢退休 未來我到底能不能退休 有沒有錢養自己 其實 對我自己來說 沒有那麼重要 你就是一直在告訴自己 這些事情 所以你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先 給付自己 先存錢 先投資 然後呢 剩下的錢 再去做規劃 你要怎麼去花 好 這樣子你就可以存到錢了 OK 那回歸到第四步 先投資自己 去了解一下 你適合怎麼樣子的投資工具 因為有些人 他們喜歡投資房地產嘛 那也沒有問題 你去投資你的房地產 但是我們這個頻道的話呢 大部分的人呢 喜歡投資指數型基金嘛 因為我們的法爾族 就是比較懶一點 我們喜歡不用動腦的投資法 所以我們都會喜歡投資指數型基金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想要加入我們法爾族 提早退休的話 點下面的連結 OK 總而言之呢 就是花一下時間 去了解自己 你到底適合什麼 然後呢 就開始去執行吧 OK 接下來最後一步 也就是第五步了 每三個月呢 就是每一季 把你的財務狀況 一樣攤出來看 你的收入 你的支出 你的投資 你的存款 哪一些東西呢 哪一些事 你覺得說你現在很滿意的話 就多多去做那些事 不用對自己太嚴格 如果你每個月只能存個一千塊也好 兩千塊也好 不要對自己太嚴格 就是說 OMG 你這個月才存了一千塊 就是 你很爛還是怎麼樣 不要告訴自己這件事情 因為呢 你現在有存幾千塊的耶 你之前都沒有在存錢耶 所以你現在是比之前的自己 已經進步了很多了 你要比的話 跟自己的過去比 跟自己昨天比 不要跟別人比 因為跟別人比呢 是比不完的 你永遠都會小看自己 然後如果你一直告訴自己 這些負面的事情的話 Guess what 你就會相信這些事 你一直告訴自己 這些負面的話呢 你就會相信它 然後呢 你的潛意識就會開始去做出 危害自己的行為 你就會想說 反正我也存不了多少錢啊 你就把你的存款花掉了 我自己之前呢 就是 常常 犯這個錯誤 所以呢 攤開看 如果有些一些進步的地方 跟自己說 OMG 其實那業表現得不錯嘛 這個部分呢 我很滿意 所以呢 我這個月呢 要多多朝這個方向去做啊 讓自己越來越進步啊 讓自己越厲害 讓自己越來存越多錢 讓自己投資 越來越多資產 創造越來越多的被動收入 跟自己講這些好的話 然後如果你攤出來 有哪一些東西 你不滿意的話 你每三個月攤一次 你就可以馬上去修改 例如說呢 你覺得說 OK 你這個花費根本 呃 可以不要去做這些花費啊 因為這些花費 根本不值得做 那你就可以馬上去做修改 每三個月去檢視自己的財務狀況呢 就其實就跟 股東會議一樣 我們公司也是這樣子 每個月 每三個月呢 都會把自己的問題 全部攤開來 放在桌子上 然後呢 我們每個隊員呢 都會去看一下 OK 哪個部分我們表現得不錯 就多做 讓自己呢 越來越厲害 哪個部分呢 我們做其實沒有那麼好 那就花時間去修一下 還是呢 就直接把它去除掉 不做了 OK 那希望呢 這個影片呢 有幫助到你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呢 你在今年想要達成什麼樣子的財務目標 記得要清楚喔 而且你要做得到喔 不要那些籠統的目標 例如說 我想變有錢人 那是怎麼樣子的目標 呵呵 因為那個目標太籠統了 你根本就不會做到 如果你要留言的話呢 就留言很清楚的目標 讓自己看得到 怎麼去做 OK OK 那我們今天這個影片到這邊 希望這個影片呢 有幫助到你 如果有的話呢 記得分享給需要的人 讓他們呢 也在2021年呢 讓自己的財務狀況變得非常非常好 OK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這個頻道的話呢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然後按訂閱鈕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之後的影片喔 OK 那我們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喔 我們下一次再見 掰掰